崔永元指控范冰冰逃税,国家税务总局发话了。 崔永元报范冰冰4天6000万天价片酬,并起底疑似大小合同、阴阳合同等偷漏税等潜规则。 国家税务总局高度重视,已则呈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 国家税务总局则呈江苏等地税务机关调查核实。有关影视从业人员阴阳合同涉税问题。 针对近日网上反映有关影视从业人员签订阴阳合同中的涉税问题,国家税务总局高度重视,已则呈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 如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将严格依法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将在已经部署开展对部分高收入影视从业人员依法纳税情况进行评估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措施,加大征管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据《法治日报》,记者丁国锋,6月3日报道,由于范冰冰工作室在无锡,无锡市宾湖区地事局目前已经介入调查取证,相关情况有待后续由顺武机关权威发布。 权威法学专家认为,如果税务机关调查阴阳合同客观存在且行为人涉嫌逃税,应当依法下达追缴通知,责令补缴并缴纳质纳金,涉嫌犯罪的应义送公安机关。 《法治日报》认为,看似娱乐八卦的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对明星范冰冰的新闻,实际上看起来更像是巨报。 5月28日,崔永元通过微博发布了几张演绎合同照片并配文,你不用表演,你是真烂。 合同中因有范冰冰名字,其中曝光合同约定片酬未税后一千万元。 5月29日,崔永元又再度报范冰冰采用大小合同,另行约定片酬五千万元,两合同共拿走片酬六千万元,而实际上范冰冰只在片场演出四天。 at 崔永元。微博截图。 范冰冰方面发布了一则严正声明,称崔永元侵犯合法权益,散布谣言,构成诽谤。 范冰冰冰工作室回应,公开发布泄密合同并公然侮辱范冰冰的行为,既破坏了商业原则,又涉嫌侵犯合法权益,并称相关网络用户及媒体未经核实散布谣言的行为已经构成诽谤。 对此,崔永元则述称没有保护合同秘密义务,范冰冰是公众人物,如不服,可以出来走两步,对公众实话实说。 6月2日,崔永元微博有了新的爆料。我家蝉使官说,这就是大小合同。 小的是演出200万,大的是策划兼致748万加90万,再拿一码贷现金。 这还不算一线的。我家蝉使官说,好像有个法律管这事。 老有人通知我家蝉使官小心安全,我也没夺好。 at崔永元,微博截图。 崔永元还直接点出好像有个法律管这事,并截图刑法条文。 崔永元明示事件走向预期,将最后由法律定调。 这对范冰冰方面来说,无疑压力山大。 刑法第201条对逃税罪明确规定。 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10%以上的,触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触三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集中规定。 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统之后,不缴因纳税款缴纳至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另据《北京日报》,崔永元思泛冰冰,只是揭开了明星必是讨税内幕的冰山一角。 这不仅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关注度极高而又敏感的问题。 从现实来看,明星由于片酬积高,收入来源多样,由此衍生出的避税、逃税等渠道更是五花八门。 有的明星片酬执纳税后,缴税成本转嫁给企业。 还有的挂名成立工作室走个体户纳税通道,不但可以大额抵扣因纳税所得额, 还可以将个税税率最高档有45%降至35%,或者直接放弃国籍成为非居民纳税人,这样对于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收入只需承担有限纳税义务。 如果说以上伎俩还姑且算是顺收筹划,那么类似签订大小合同等弄虚作假行为就是违法逃税,类似事件也曾反复被曝出。 一、1989年,毛阿敏在黑龙江演出五天赚了六万元,却偷税漏税近四万元。 经报道后引起全国公愤,毛阿敏被原单位关了三个月的禁闭。 二、还有刘晓庆。 北京小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1996年以来采取不列或少列收入、多列支出、虚假申报等手段偷税漏税达1458.3万元。 后因数额巨大,刘晓庆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蹲了一年监狱。 三、台湾地区艺人林志玲也曾涉嫌讨税被罚款。 2008年年初,林志玲首次登上台湾地区艺人补税榜,因涉嫌报税不实,被要求补税及罚款共计千万元台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